一支巨大的小枪 既然是特种部队的武器 直接瞄准敌人 哭吃干掉了对方 就连通讯设备都没有指甲个儿大 那么他们是怎么作战的呢 就在刚刚 少兵发现敌情 队长一声令下 大兵们纷纷掏出娘娘枪 对着卡车一顿扫射 虽然被击中 但因为是中国之遭 卡车毫发无损 队长命令队友启动入罩 没想到的是 卡车竟然只有两厘米大 顺利通过入罩 于是队长下令撤离 但大兵却不肯一起撤退 决定留下远护队友 眼看卡车越来越近 结果下一秒 卡车夸的来到大兵脚下 男人瞬间领了河帆 很快敌人冲上来 竟然也拿着娘娘枪 双方立刻展开激烈的战斗 大兵举枪射击 没想到娘娘枪威力如此巨大 紧接着疯狂扫射 敌人全被打成炸炸灰 经过一夜的击战 击败所有敌人 他们高兴的开始庆祝 可下一秒 一个找死的敌人快速冲来 不仅绑着炸弹 还拿着巨大的大哥大 可刚准备射击时 咔嚓一下没的子弹 关键时刻 队长突然想起 只要拨通敌人的电话 炸弹就会爆炸 队长赶紧拿起旁边电话 输入蛋蛋电影 大兵们激动的挑了起来 开心的拥抱在一起 那么问题来了 你喜欢娘娘枪吗 如果给你会要几把呢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假如一颗子弹能赚100万 如果是你会选择几颗 男人把子弹装入糖中 快速转动蛋夹 这是场生死游戏 装入的子弹越多 死亡的概率就越大 男人装入一颗子弹 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结果下一秒 小伙领了热乎的盒饭 这时出来个更猛的男人 直接要了两颗子弹 女人立马拿出两颗子弹 递给了男人 胡子男淡定的将子弹装入枪糖 第一颗 第二颗 随后唰的一转 开始了挑战 这次死亡的概率更大了 然而男人面不改色 咔的扣动扳机 男人非常幸运 秒赚200万 他之所以运气这么好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没想到一个不要命的男人出现了 他竟然要了五颗子弹 五颗 所有人都惊呆了 虽然五颗子弹有可能获得500万 但每多增加一颗子弹 被打死的概率就增加了20% 五颗子弹全部装完 男人快速旋转单仓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男人闭上眼睛就要开枪 可突然想起自己开枪 就不算意外 那昨天买的千万保险 妻子就不能获得赔偿 于是男人放下枪 不打算继续玩了 可众人却不干了 赶紧把他拦住 不开枪就不让走 老板说装上子弹 必须开枪 自己不开别人帮你也行 在众人不断的叫嚣下 考虑了一年后 男人又拿起手枪 递给了老板娘 女人对着男人脑袋 可男人为什么不怕死 原来男人得了绝症 却不想让家人知道 于是想制造意外死亡 不小心踩到香皂 自己晕了过去 下一秒电吹风漏电 电流通过水管传到楼下 把正在洗澡的小火垫的全身颤抖 死怎么这么难呢 如果能被女人击毙 也算是意外死亡 拿到保险公司巨额赔偿 当手枪顶住脑门的那一刻 众人全都紧张到 无法正常呼吸 认为她必死无疑 老板娘果断扣下班级 我的天哪 男人竟然赌赢了 获得500万的巨款 事后老板娘竖起了大拇指 夸赞男人非常勇敢 那么问题来了 一颗子弹100万 你会选择一颗还是五颗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玩具士兵为了给主人报仇 竟然跟顶级杀手干了起来 不仅配配了战斗机 还插得射出了火箭炮 扎得老头脑瓜子嗡嗡的 你觉得玩具士兵能赢吗 就在遥远的刚刚 老头收到一份神秘包裹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 盒子里竟然装满了玩具士兵 老头随便拿起一个 左右看了一年后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当他转头发现 玩具盒子莫名掉在地上 杀手马上紧张起来 他检查其他房间 却没发现任何异常 可当他走近一看 盒子里的玩具居然不见了 杀手以为自己眼全了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台灯又瞬间熄灭 杀手趴下去查看 突然脚下巨疼 他拔下来一看 我的天哪 竟然是一把玩具刀 杀手蹲时蒙了个灯 这到底是怎么事 他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结果突然射出的子弹 像雨点一样打在他身上 脖子都被打出了深坑 还不知道是被谁打的 他想看个清楚 突然射出的火箭炮 击中老头膝盖 腾得他跪在地上 在猛烈的炮火下 他顾不上疼痛 赶紧轨道弹阶下躲避 虽然看不到对手是谁 但也不能等着打成筛子 杀手快速爬进卫生间 拿出一颗镜子 趁机观察对方 突然一发火箭炮袭来 夸得炸碎了镜子 杀手彻底被激怒 他掏出一把一丝 准备跟敌人硬钢 可对方火力实在太猛 杀手只能靠着灵活走位 绕到厨房后面 掏出他的秘密武器 随后对着沙发疯狂扫射 然而打完一个弹夹不过瘾 他又装满子弹 对着不要钱的沙发 吐吐了一个小时 可等他掀开沙发 眼前的一幕 让他彻底受惊了 玩具士兵竟然活了过来 他们开着战车带着伤员 正在迅速撤退 杀手还在蒙圈时 又一场进攻开始了 玩具士兵居然活了 他们刚瞄准杀手 就被老头一脚踩成了渣渣 另一个士兵快速逃跑 但也被踩得细碎 其他玩具士兵发起猛攻 老头逼逼两枪 就把玩具士兵针飞了出去 可意外的是 三架战机快速冲来 对准可怕的杀手 夸得射出炮弹 要不是老头躲得快 早被炸成了爆米花 这时一架战机突然俯冲 穿得划破老头的脸 另一架战机也趁机 刮破他的手腕 老头赶紧捡起武器 成功击落一架战机 但另外两架夸夸的 疯狂向老头发射导弹 打得杀手抱头逃跑 狼狈地躲进屋里 此时老头非常后悔 在干掉玩具搭身时 不应该让这些玩具看到 突然战机打漏门板 顺着东西飞了进来 老头急得拿出毛巾套住 使劲把他们扔在地上 接着疯狂踩他 但下一秒 杀手赶紧拿枪反击 战机却直接掉头就走 男人刚要去追 却听见毛巾里有动静 原来他们在自救 杀手健壮把士兵都倒进马桶里 随后按下冲水开关 把他们都速走 这时门方里塞进来一张纸条 杀手盯紧一看 这也是串香书 我的妈呀 顶级杀手要向一群玩具投降 男人气死了 写下绝不投降两个大字 然后扔出去 可他通过门洞发现 玩具士兵架好大套 狂的向他发射 男人无处可藏 只能爬到外洋台上 还没等他喘口气 就被巡逻战机发现 咔嚓打中了脑壳 随后机枪手对他疯狂输出 可惜都没打中 老头趁机哭斥一枪 干掉了一架战机 劫后余生的他腿都软了 颤巍巍地往前爬 总算回到了屋里 这时他看到前方的灭火器 还有上面的小黄鸭 于是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鸭子在游泳 玩具士兵好奇地上前查看 杀手则绕到后面 打开灭火器一顿狂喷 另一对士兵健壮 开着装甲车 对老头疯狂射击 男人被打得抬不起手 看着越来越强的火力 杀手忍着疼痛终于点着火 用自知的喷火枪 对着装甲车进行反击 最终机车发生爆炸 杀手兴奋地仰天长啸 这时三名士兵赶来支援 却被炙热的烈火包围 瞬间烧成了炸炸灰 杀手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他拿出水果刀 对着玩具士兵 夸夸地一顿乱舵 老头欣赏着自己的节奏 这时灭火器喷完 炮兵终于有了视线 可杀手早已藏在后面 把他们全都罩住 最终玩具士兵全军覆没 随后打开烤箱门 把所有玩具全都扔进去 启动1000度高温加热 这才终于放下心 他想抛个澡放松下 可突然手腕被什么东西咬了 害怕得赶紧点赞关注 他迅速爬上来 发现手腕被割个大口子 男人吓坏了 9块9的大别墅也不要了 他坐进电梯 想逃离这里 可诡异的是 所有楼松全被点亮 难道电梯里有什么东西 下一秒 电梯上端被打开 一个东西揉得跳下来 还没等他看清楚 脚脖瞬间被划开 接着胳膊也拿个口子 男人慌乱的包扎伤口 这时他才看到电线里 有一个玩具特种兵 正恶狠狠的蹬着他 接着宽速爬走 此时杀手彻底崩溃 留在电梯里就是等死 于是他双手并用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拼命往上爬 可让他绝望的是 电梯被卡在中间 根本逃不出去 突然传来爆炸声 我的天哪 脚号杆都炸掉渣了 可怕的是 特种兵做出斩首动作 这时竟然下来一辆电梯 杀手趁机一个吐鲁帆 刚好落在另一个电梯上 就当他以为逃离危险时 特种兵却藏在鞋底下 偷偷地跟了过来 然后拿着砍刀 爬上老头身体 对着他的心脏 哗哗地扎了上去 老头拼尽全力 把他甩飞出去 这时电梯门打开 老头见机会来了 倒在地上装死 特种兵赶紧走上前 想一枪击辟老头 没想到杀手突然反击 一把摁住特种兵 把他推向电梯门口 马上就被夹成肉饼 谁知他双手用力 既然撑住了电梯门 可坚持了一年后 还是被挤成了碎片 就当老头要庆祝时 却发现特种兵的背炮里 安藏玄机 这个小玩意儿能把我怎么递 于是他紧握不放 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玩具真的能活过来 你最想用什么玩具打怪兽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